這場是阿祈爾跟其樂斯 阿祈爾跟其樂斯 我覺得這個也是不太好對付 沒關係這兩張留著 我這兩張想要直接針對他的英雄牌去出 直接針對他的英雄牌去出 他一出阿祈爾或者是伊羅西 我們就直接進攻 我們直接丟法術牌上去 就逼他出那個泯滅 他泯滅有兩張三張 不知道他泯滅帶幾張 最多三張 就針對他的英雄牌去出就好 這邊就出了巨翼巷 按照順序 很簡單就是按照順序 對方出了一個 越沿著 越沿著 這邊他應該是會進攻 這邊會進攻 那我們呢 我們呢 就 去擋 去擋 去擋就好了 算了 算了啦 算了啦 這邊 這邊 好可惜喔 這邊真的很可惜耶 他那個巨翼巷沒辦法出 會不會就被弱勢 好可惜喔 算了 不要出了 不要出了 好歐好歐 好歐 好繼續過 我們繼續過 我們等第六回合好不好 等第六回合 太過分了 真的是太過分了 真的是太過分了 真的太過分了 過 我們拖到第六 看第六回合了啦 第六回再出啦 出這個西亞拉給他弱勢喔 欸 雕刻家耶 有雕刻家耶 但如果出雕刻家他會被套上弱勢啦 算了 我放棄 我真的放 我放棄啊 呵呵呵 我放棄去 我放棄出牌 我就放棄 不管 他又套上了兩張弱勢 尷尬 超尷尬的 沒關係 沒關係 這盒讓他打 不得不出了 不得不出了 這邊先吐了雕刻家 沒辦法 我已經 他丟了三張 三張耶 三張 殺人耶 這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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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就直接 呃 丟這個 聚異象 丟聚異象 然後 下一回合 看 我看一下 好 就先上 先上 欸 這邊有個熔怒 出熔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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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不要了 直接拉啦 我們直接拉上去 不用啦 出啦出啦 給他一個弱勢 然後第六回合 直接出西拉拉 好不好 就這樣 嘿 我剛剛 我剛剛手機掉下去了 真的是 喔 從來沒有摔過手機 剛剛掉 剛剛掉下去 真的 那個 很心痛啊 真的很心痛啊 結束回合 他丟了那個 那個東西 被沈沒 沒辦法做事啊 呵呵 真的沒辦法做事啊 這邊出全隻 啊 看一下 好啦 出笛耳啦 我已經受不了了 他手機掉下去 真的心情很差 呵呵 我手機沒有 沒有摔過耶 他剛剛 掉到地上 我覺得很難過 我現在超難過 我的手機掉下去 這是大事耶 這是大事耶 手機掉下去 這是大事好不好 等下看那個 這個 巨翼像 看巨翼像 被誰弱勢啊 然後我們去 我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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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給他一個 阿 好煩喔 這阿齊爾 好 不管 丟一個 四行之幻 再生在他身上 好 反正呢 我們的巨翼像呢 就是要負責去勾他的阿齊 這個樣子喔 就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各位 然後 不知道他怎麼抓啦 就看他怎麼抓 他應該是不敢抓啦 我覺得 他頂多用這張去抓吧 黃金使者跟 呃 這個 時空術士啊 去抓我們的 呃 不管是抓這張啊 還是這張 喔 他沒有他沒有抓 OK喔 這非常的 OK 非常非常OK 他非常OK 哼 我們就直接抓他的阿齊爾 好不好 直接抓 不管 誰叫他剛剛給我們機會過 好不好 呵呵呵呵呵 進攻 進攻 直接進攻阿 然後這邊的話 這一回合我是想說出加里歐啦 因為 這邊我們的弱勢嘛 這邊我們弱勢 已經被 被套上三隻角色 三隻角色已經被套上弱勢了 所以 就有點危險一點 他就出這個 泯滅 OK 他泯滅被出了 OK 那我們就 很想 我很想在這個地方直接 把他的那個 把他那個給打掉 趕快去把直接把他打掉 好 啊 就這 沒差 這個 這個法盾 我們先把他打掉 然後讓他這兩張去 應該說讓飛龍去參與這個打擊 因為 這樣就可以疊他的龍怒了 他龍怒 哎 啊尷尬 剛剛 剛剛 剛剛他掉對調對不對 剛剛他對調啊 啊 啊 太尷尬了 對不起各位 嘿嘿嘿 剛剛太尷尬了 對不起 啊 這個 這個 這個奇樂絲啊 糟糕 糟糕的奇樂絲啊 啊 假如他的奇樂絲進攻 我們就在揮這個審判 審判直接丟下去 沒關係 他 他出了一張地標 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 想想 思考一下 我在想 因為他這邊有一個 殺員嗎 如果我們出加里歐 那他對 他的那個 他奇樂絲會升級嗎 然後 然後他 他就升級之後可以幹嘛 造成 3點傷害 最弱的角色造成3點傷害 OK他這個 他直接抓我們的 那個 那個 雕刻家 他的奇樂絲現在已經是戰鬥狀態 那我們就直接把他給 給給 啊不行啊 有點小小的尷尬 這個有點小小的尷尬 因為這邊沒有辦法去 去 戰鬥 太尷尬了 真的太尷尬了 我們去過 太尷尬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丟一個巨翼像 直接丟一張巨翼像 直接把他抓起來 喔 裡面嗎 沒有 預知 再丟了一張 預知 如果他這邊有爭議效果 他沒有爭議效果 因為想說如果他丟一張爭議的話 我們就丟一張爭議 不然就再加一個審判 就這樣 把他這邊的話 我們先放一個 四行之幻上去 好 他的 他的奇樂絲現在升級了 然後他這地標要非常注意 他這地標真的有點麻煩一點 好 再生 我們再丟個再生上去 然後等等就可以丟加里歐囉 反正我覺得 我覺得阿如果等等他下一回合 直接把阿祈爾放上去 那這邊一定會召喚一堆 小兵 丟一堆殺兵 丟一堆殺兵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審判 所以下一回合我們會用審判 用審判 OK的 OK的嗎 OK嗎各位 好這邊9點 9點魔力 所以我們這邊先套上一個弱勢 給這個巨翼像套一個弱勢 好不然然後我們這個加里歐套上弱勢 就有點小小的 嗯 有點小小的 哦 什麼鬼 哈哈 怎麼會有殺人 這又 什麼不管 我不管 來 來 就來 來吧 兄弟 你們抓 你們抓我們的加里歐落勢 沒有差 好不好 沒有差 因為 他們的那個 其樂絲 因為你們的其樂絲不在身上啊 各位 你的其樂絲 希望他不要抽到其樂絲 好不好 哦 不 我已經 不知道該出什麼 看這 看這一回合他的其樂絲會不會出了 我們審判就可以丟出去 他最弱的是誰啊 最弱 不知道誰啊 好煩哦 欸很討厭耶 很討厭 這個真的很討厭耶 這個人 哦 好了不要再跑動畫了 太過分了 我現在很生氣 呵呵呵呵 我現在非常生氣 真的是非常生氣 欸 痛死了 欸被戰 OK謝謝 他剛剛 他剛剛 他剛剛傷害了我們角色 太過分了 嗯 太過分 太過分了 太過分 進攻 進攻 他太過分了 進攻 呵呵呵呵呵 我要進攻 反正這邊他抵擋 我們這邊就可以消 直接消掉他一波的這個 欸 把他直接這邊結算喔 那我們去結算 我們不虧 我們只有這個GG槍被換掉而已 沒差了啦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OK OK 欸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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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像出現了很尷尬的事情 但是有點 但是有一個很尷尬的事情 就是 我剛剛是不是這邊的操作有點錯誤 沒有 我剛剛想想想 我應該要揮 我應該要揮這個審判 剛剛沒有揮到 沒有沒有關係 各位 說真的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這邊的蠻力 直接套上去這個蠻力 等一下我們就穿透過去 那這邊還有一個巨翼像嗎 然後我們等等巨... 欸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巨翼像現在是最弱的單位 我們的巨翼像 我們的巨翼像 目前是最弱的單位 所以 對戰有點不合適啊 喔不 討厭 討厭 沒關係 好 這邊就 再一個再生好了 OK 先這樣 哇 5滴耶 5滴還好啦 還好啦 就進攻 給他壓力 這邊他應該會擋這個啦 西亞拉啦 他出牌 他終於出牌 他那個 我剛剛已經換掉他很多英雄牌 然後他到底有幾張英雄牌啊 他的那個阿齊爾是不是已經出現了兩三張了 然後他的他的齊樂是不是第二張還是第幾張 我忘記了 多少張牌 OK他要抽兩張牌 好的 沒有關係 各位沒有關係 各位真的沒有關係 我們把這個審判丟下去 審判丟下去 還是清了 遠一點 他生一點 OK 投降 OK 這就是我想要的結果 它應該那個英雄牌真的超多的耶 它應該應該超多的耶 5張了吧,5張還是4張? 大家有沒有算啊? 如果你們有在算的話,你們在下面留言一下 他到底有幾張?剛沒有注意算 5張還是4張?太扯了,超多誒 誇張誒,真的很誇張 這次好像會出什麼?版本更新吧 這版本更新,然後出4張英雄 這是4張英雄 那我在找時間慢慢的跟大家介紹那4張英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是上網打 新出的英雄的名稱,安妮 或是伊羅奇,靖,還有一個巴德 你們去看一下他們技能長怎樣 但是我覺得最後還是要看一下他 在積分場長怎樣的話 那我就是在找時間再錄影片 新的英雄要去找一個 比較好的搭配的 這個 應該說 對,就是要找一個 搭配的組合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更新 如果大家 有 追蹤的話 那就是 看你們要不要再 就是 可能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不好 如果知道的話 那就這樣 好不好 各位就這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觀看 掰掰 掰掰 真的 謝謝大家 掰掰 這個是 我們可以在下面的 我們可以在下車 是嗎? 我們可以在那邊 這個感覺 我們可以在這裏